本片配備中文字幕 請按以上按鈕打開字幕 享受更好的觀看體驗 其實這些報道也好故事也好 是否對你家庭帶來一些困擾 當然 老實說 我覺得後人也是人 我們也有情感 如果你說我公甚麼不好 或我外婆甚麼不好 我們習慣了 因為自小都聽民國這些 但還有些後代 我覺得對他們不公道 沒有人想聽你自己祖宗的不好 除非是真的 你也沒辦法 但尤其是假的 是錯誤的 是惡意的 我覺得這當然是不好 但我自己長大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覺得 我是引以為榮 我覺得我公是一個這麼偉大的人 我可以這樣說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還有一些報道 說到汪家後人的負面新聞 曾經有多這些 譬如同一圖書 《陳黑文日記》裏面有說 我的舅舅是流氓 又貪污 但這些完全沒有根據 我只知道 我其中一個舅舅 我認識的舅舅和阿姨 他們每個都是正人君子 老實說 如果他們真是壞 我覺得他們仍然是我的親戚 我不需要和他們隱瞞 但他們想特意重傷他們 我覺得他們因為 我公的事已經說到厭 說到侵 不如找其他人說 所以我現在出來說話 亦可能會有人攻擊我 但又不是一定攻擊我的人格 或者可能攻擊我的頭髮太短 什麼太長 那些嘴巴在別人那裏 這是我爸爸自小都跟我們說的 你都沒有辦法 要不你就不要走出來 為什麼我要走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做了些事情 做了些事情是為甚麼 是想別人看 想別人看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些歷史 是屬於我們每個人 我覺得我們想知道這個真相 不是為汪正偉 汪正偉已經過去了 但是我覺得大家應該認識自己的歷史 你覺得官方對 例如你一家人的形象塑造 是否刻意醜化 如果不是為何會說成這樣 現在仍然有人在說 但是他們離不開漢奸的標籤 好像沒有其他東西說 如果你說他壞 他都沒有新料 沒有東西說 因為好像我剛才說 漢奸這兩隻字 說出來就沒有得針 沒有東西談 我們來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本書 關於處民而是你的親戚 我看官方版本 都覺得是形容得他很差的 一個容財 容律無能 然後他在那個位置 但是他的後人當然不是這樣看 那個形象的落差也很大 你作為他的親人 其實以你認識真正的他是怎樣 但為何那個叫官司又這樣說他 其實中間的距離是怎樣 當然我不認識處民而 但我聽過關於他的事很多 從我爸爸媽媽那裡聽 他們是很親的 處民而是我婆婆的妹的先生 他是一個醫生 亦做過法國和德國大使 應該是法國 法國讀書 是讀醫的 是法國的博士 是醫學的 他很提倡運動 可能他不是經常說政治 這個也不出奇 或者人們因為這樣 就說他是無業遊民 我都不… 如果你貶汪旁邊的人 就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想貶汪 你就貶他旁邊的人 我便覺得他是個軟的目標 至於據我所知 他的為人 就絕對不是他們的形容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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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你有沒有看這本書 對… 不過他說這只是初步 還有很多 不過他那些後人 主要做這本書 是在北京 我希望他健康 有些擔心他的健康 所以以你的認識 當時汪晶衛政府有關的人士 都是一些一時進結 例如陳公博、周佛凱 他們個個都很聰明 他自己是化學 在法國拿到學位 他拿完這些學位 他就想讀文學 他出版的書 即是用法文來寫的書 那麼年輕 無緣無故白癡就殺了他 他真是被人謀殺 這個人 如果我們去詳細這個項目 你作為汪家的成員 如果你覺得家族的稱譽 是受到一些政權級數的 有系統的抹黑 那你可以怎樣做 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現在做的事 繼續將我所知的事 將人分享 但我自己做不到 我自己一定做不到 我真的要靠 Simon,你和陶先生和蕭先生 幫我們把這些資訊拿出來 告訴別人 你會否看你的事 但如果你不看 你又一方面又在罵 那你沒甚麼意思 如果你看了之後 你繼續去罵 這個不能說 我覺得這是唯一可以做的事 但我覺得這不是為了他的名譽 也不是為了我的感受 而是為了真理 因為黃黑文教授說 他在我們的罪民上 如果一個民族不能正式去面對自己的過去 他永遠都不是一個成熟的民族 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來說 我不需要別人現在猛賺王正維 我覺得這個是 我沒有事需要 可能因為我自小習慣了 聽習慣了 我根本不入耳 但是我覺得 有別人再年輕一輩的人 或者再年輕一些 他們不應該付這個包袱 我覺得這個是對他們不公道 所以希望如果我們多些資料 當然不只是我現在一個人做的事 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對汪正維的看法 因為我們的資料 只是一方面的資料 剛才我們說 陳公博他們又有後人 這是我的願望之一 就是我做了這些事 我都很想鼓勵其他 家裏有東西的後人 不要扔掉他 雖然不知道那個搭子是什麼 不過我知道是一件很艱鉅的功夫 你不理他就是最好的 有些人也選擇把它捐給學院 但是不可以扔掉他 我就覺得 就算你不想研究 有很多人想研究 這樣就讓那些人有機會 把真相轉言出來 和大家分享 我這個希望 希望可以做到 你覺得官方是否進行 一個改寫歷史的過程 而是否現在已經 雖然歷史不久之前 但是否有關的文獻也好 證物也好 都已經沒有得七七八八 是的 你這個問得真是好 因為 我都不太明白為什麼 大概八十年代 即尾時 曾經發表過一個消息 就是他們找到汪精衛日記 那時候我爸爸的舅舅 各個健在 他們就說 是嗎 沒有聽過他寫日記 可不可以看看 就問一些機構 這個上海檔案館 問他們 可不可以讓我們看看 因為我們沒有看過 等我們想確認一下 是否真的 那時候他們都七六八十 而且都移民了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去 其實他們想要的 就是你拍照給他們看看 所以到現在 這個所謂汪精衛日記 都沒有學者能夠有機會去正經去研究它 究竟是真假 裡面說的東西是什麼 但是呢 有一件怪的就是當時曾經在一些期刊出過 登載了兩張照片出來 我們就看到 有一件怪的東西就是 但是他這個日記就是用 那個日日子是用舊力的 我們就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很奇怪 為什麼會用舊力 1940年還用舊力 他是做革命的 那時候開始已經用新力 但是那些字 又不能夠說不是他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謎 所以如果他能夠公開一些 有什麼秘密 為什麼不可以讓人去看 就不太明白 還有我們知道 他有一大批文獻 捐了給上海圖書館 但是你問他 你究竟有沒有一個清單 都沒有 他們就這樣收起來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又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機會可以讓人看 所以這個就非常可惜 那是否因為他 是故意想 蓋了汪精衛的東西 我想這個 絕對 我覺得很像 但是 只是汪的東西想蓋 我想不是 在各方面 都應該 似乎 想埋沒了這些歷史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繼續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連汪精衛夫婦的貴像 今天我聽到 有人寄過電郵 在內地有人寄過電郵 說他的貴像都搬走了 不知道搬走了的意思是什麼 難道他把他放進博物館 我想不會 為何要這樣做 我覺得不太明白 但是你不容易可以完全埋沒了汪精衛 因為他自己寫了很多東西 他自己寫了很多東西 如果我們的書 能夠發表出去 能夠有人看 始終他的思想 你不可能完全抹殺他 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搶救歷史 除了你們自己做之外 是否有個想法 想找一些更健在的前輩 又在當時的淪陷區生活過的 去做一些分享 這是我很想做的事情 因為經常都說 好像剛才說 淪陷區生活過重慶 可能會救了很多命 但是是否我說有甚麼用 你說沒甚麼用 要是他們自己的人 生活過在那裏的人 但是這些人不是很多 而且他們年紀很大 所以我真的希望 如果現在有人聽到 我們對這件事有興趣 希望我們能夠訪問這些人 將他們的歷史社記載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1945年停戰 當時有幾歲 現在都八十多歲 但是我爸爸媽媽活到一百歲 八十歲是很年輕 所以現在聽到的人 希望他們2月4日2月5日 我們能夠去那個講座 我們能夠見到他 或者可以問他的問題 這樣就最好 好 我想我們的分享 不是只關於汪精衛本人 或者只是一段歷史 如何在這個大時代 保存真實的歷史 中國歷史也好 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都是很重要的 你有些資源才能夠寫 否則只有一言堂 官司 世界上沒有真相 我想這個對話 都希望可以帶出這樣的訊號 我們今天就先談到這裡 多謝你 多謝Sandy 真的等了幾年 今天講到 幾年 好 起碼下次見 不用再等幾年 對 希望 希望 我星期六見你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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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與戰爭 汪精偉與現代中國座談會 於2月4日2月5日 幾週音文學森林舉辦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以下網址報名